是这个因 诱者呢 以波尔智慧的法空为因 波尔智的法空为因 就是以法空为因 所有的因恨 就是华 就是华言的华 因华 成就了一切的 所言的果德来言 以果德来言 一恨言一言 一恨成一言言一恨 一恨成一言 那无量解来所行的 无量的因 是无量的言 这个是通融之说 有别 别的不同 一因 言一果 无量因 言无量果 通的时候 一因就言无量果 成就无量果 成佛了 一切都一切都 存 一切存净无奈 存杂无奈 都可以说 现在要到航部来说 一意义行 言一果 所表现的 心地 之因 增长了 金刚之地 波尔为因 以杯子相导为因 以法空为因 以柱音言了地言树言 宫殿言 狮子作严 入室解释 乃至于再解释 这个 把地言 他说是 从金刚所成的 上妙宝轮 还有一些重宝 宝花 摩尼清净如意宝 来为装饰 柱种的像 像海那么普遍 像海那么深广 以摩尼为床 摩尼宝珠来做床分宝盖 常放光明 在经上就是说了 横除妙音 跟那极乐世界所说 七宝杭朔 八宫都说 说眼都是妙音 无穷说法 无穷也在说法 所以那个 香花呀 阴乐呀 而且是 咱们是人间下雨 那种下都是宝败 纵妙宝花 形容词了 这都是形容的 成就了之后 赶到所有的 入室祝国 宫殿啊 地树啊 狮子座呀 乃至楼阁呀 七宝所成的 这个解释说 书朝的这样解释的 坚固的 金刚最坚固了 这个花草树木 庄严这个 就是分泛度纵生的 那些个扎阴 感的这个殊胜果 嗯 嗯 这是那教理来说呢 有权 有识 那权实的教义 度纵生 这是 成就这个 华杖的世界 成就这个 华杖世界 无量的樱花 言佛国果德 意思还是 大方广广广华阳经的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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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菩提树啊 我看见这段文的时候 我心里想啊 嗯 为什么一种物品物件 用佛经所记载的 佛所教授我们的 各母所幼缘所看见的 我们是这个业货呀 什么事都求识 而听为是 眼见为虚 其实眼见的也不真实 嗯 亲正为止 嗯 等你明白了 才知道 嗯 在这个书上写的菩提树吧 我不晓得 这个谁 清凉果树到过菩提场没有 看过菩提树没有 我想他没到过 因为他没有出国 那时候没听说他到印度 唐朝时候 他说我到的菩提树 跟这个经文所说的菩提树 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 这叫凡情 凡情 凡情看圣经 圣经变成凡情 我们学华言经 华言经是圆满的 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学了 我们学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模 凡情学的 所以无法进入法界 不能马上成了一针法界 慢慢慢慢的 我说这个慢 好像懈怠啊 不是懈怠的 所以你就再经济 也得经过 经过你的消业障 断货 你再来看 不然你心的 会起 去毁谤的呀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到了菩提树 看见菩提树 跟着环境所说的菩提树 菩提树 那好像风马牛步相机 完全是两回事了 我是学过华言经的 我是1931年 到1935年学华言经的 但是我到西藏去 经过印度的时候 到印度去朝礼圣地的时候 是1940年 那时候所学的华言经 脑子里头 还很熟悉的 但是一对照陷阱啊 那完全不是正会事 就是凡情 凡情 看圣经 圣经也变成凡情了 那圣人看凡情 凡情也变成圣经了 说阿拉看着这个 这个咱们南云斧提啊 是武卓那是 土地啊 杂烂啊 汇购啊 还不说 意境上谈成词了 文库不说 他看见这是华正世界 佛用竹点大地 佛用脚都一扁这个地 那地上变了 俄兰尊者一看 他什么 眼所见的 我现在就像幻境一样的 进入幻境当中去了 那这个世界就变了 也入世 我这说这个 菩提树 他的书超介绍树言 寡说菩提树 高显舒特 说菩提树啊 是金刚为深的 流利为干 种扎妙宝 以为枝叶 枝条 宝叶浮属 摧月入云 宝花扎塞 分之不盈 福以莫逆而为其果 含灰发燕 与花兼烈 就是看一个大花 其数的周园 显放光明 于光明中 于莫逼宝 莫逼宝呢 有助菩萨 菩萨好多呢 其中入云 巨石出现 又也入来的神力过 菩提树 横除妙音 说中功法 无有禁忌 这个菩提树 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我当那菩提树 我也在金刚做一做了 菩提树树叶子 我也摘了 摘了几个 摘了几个 供养夹到中树里头 赶到回到大陆上去了 那菩提树叶 也又起变化了 它这个形式上 这个树 叫绝树 绝树 而自会因赶成的菩提树 显这个树 又高 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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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不是我们凡夫境界了 是凡夫境界了 但是它是物质 但是它是物质 这个树啊 是个物质 是我们右眼可见的 但佛的功德 这个法力的加持下 当它变了 它是表法的 说这个都是形容智慧的 智慧是高的 说看不见菩提树的 职业吧 因为它这个在智慧上的 它是不媚的 是光明照义的 因此啊 对树也好 地也好 做这个的观念 不要要拿事实来对照 所见这个事实 跟精益所说的 跟那个时候的事物 不相合的 那是菩萨大菩萨所看到的 大菩萨看的 就是 假这个树来显佛的果德 这个树 如果金刚 金刚是表法的 树是叫树滑 都表阴的 如果金刚三脉 生到本来的 具足的智慧 这才是树身 受审 干的是流理 从根本字发解的 说内外明彻的 资条的 那个资叶啊 树条啊 杂宝所合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 表法的是 随众生的井 差别 佛就说一切法 随众生的业 而消除众生的一切业 所以 枝条 树枝 树叶 这盐 盐这棵树的 以自 智慧的光明 沿这棵树的 因为智慧 山了 来照这个 离脾 离字 合而为一了 这都是形容 这个树的 它智慧 是会节 有大会力 会节呢 随着你什么境界 景象的差别 而含会力的 方便会的无奈 方便会无奈呢 就对众生说法 对众生说法 就方便散瞧 应以合法得度者 谁给他说合法 那时候 我有时候 到印度看普地说 我在那个地方 也拜了 也离了 那个地方是没房子的 就都在树下 不过印度的气候热 不过受凉的 那心里就惯想 就想 思维 是华言的意 我所处的景 没有因缘 我到不了的 到不了 菩提场的 也有因缘了 那我看着 整个这个样子呢 我从那 泥连河的上边走 那个说华经的 那普光明殿 就说了三会 就在普光明殿 说三会 没有个普光明殿 这个是意见